律政监外交部长尚姆根说 人们可以公开的批评政府或国家政策 但是任何指责都必须有评有据 尚姆根在一个法律研讨会上建议 批评者可以开诚布公的进行辩论 初期研讨会的海内外法律界代表 讨论了民间自由和社会责任所存在的冲突 律政监外交部长尚姆根说 个人自由和法律条规之间是可以取得平衡的 我国法律允许人们批评政府 上姆根指出这是为了确保政治诚信的存在